嘿,大家好! 对不用怀疑,就是我! 旁白小姐又回来了! 今天要先来跟大家介绍K棒 大家可以看到K棒有分成红色和绿色 下面的成交量也有分成红色跟绿色 红色K棒代表收盘价大于开盘价 也就是今天开盘买进的人都赚钱了 绿色K棒代表开盘价大于收盘价 就是说今天开盘买进都赔钱了 当K棒的颜色是红色K棒的时候 代表今天的买盘比较强 而K棒颜色为绿色的时候 代表今天的卖压是比较重的 来看到股价当日的分时走势图 今天信性股价开280块 盘中最低来到265块 最高来到310块 收盘290块 对应到K棒就是这样子 若今天开280块 再拉到310块 最后尾盘杀破开盘价 来到了265块 对应到K棒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种情况是开盘280块 盘中最低265块 盘中最高是310块 收盘却回到280块 则是收十字线 接着再来细分 如果今天是红色K棒 但是上影线的长度非常长 上影线的长度超过了K棒的实体部分 今天这档股票也是强中带弱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场时机 反之如果今天是绿色K棒 但是下影线的长度比实体K棒的长度还要长 代表今天的K棒是弱中扣强 也就是常说的可能底部有出现支撑 另外补充在成交量那边也有红色绿色甚至是黑色的棒棒出现 这个颜色的分别就跟开盘价或是收盘价没什么关系了 成交量出现红色棒棒代表说 今天收盘价大于昨天收盘价 就是今天股价是涨的 成交量出现绿色棒棒代表说 今天收盘价小于昨天收盘价 就是今天股价是跌的 成交量出现黑色棒棒代表说 今天收盘价等于昨天收盘价 就是数于所称收平盘 所以K线图的K棒颜色跟成交量的颜色区别是不同的 这边帮大家做个总结 K棒颜色是用开盘价vs收盘价来做比较 成交量颜色是用今天收盘价vs昨天收盘价做比较 好啦今天教学就到此为止 若觉得影片的基础教学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才能收到影片通知哟 想报名阿信老师10月实体课程的同学 可以加入LINE App直接私讯小帮手哟 下次见再会